距离现在应该有二十二十五年以上 另外如果你会写P4档 你也可以用python去呼叫P4档 也是ok的 P4档就直接给他P4档名称 他会直接帮你全部run 那第二个就是说最后我们跑完 所以底下这些都一样 就DIR输出了 然后就开它 开它把它一个一个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最后如果说我本来是只有合并完成这样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直接帮我把O打开 因为我合并完了 那我还要在手动去开太麻烦了 我有没有办法直接开 可以很简单 一样可以仰赖什么 OS.System 他可以做什么 你就告诉他说 那怎么做很简单 就是直接怎么样 OS.System 其实也可以下命令 有点像什么 你这边呼叫Nordepay Nordepay 就是记事本 Nordepay 然后跟他讲说我的路径在哪里 在这里 就是Nordepay 然后后面跟他讲说你帮我开这个档 Nordepay 记事本你帮我开这个档 然后前面加个小R ok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你要哪个城市开哪个档 你就这样子去呼叫他就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试试看 合并完自动打开看要不ok 马上打开 ok 所以以后的话你要外部呼叫 外部开启都可以这样用 甚至你要外部开启一个Excel 外部开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转 所以这个延伸性还蛮大的 always be a system ok 好请各位试一下 来把画面切一下 不过这个动作这个部分讲完之后就有同意说 老师这个方法感觉好像还是不够不够完整 这感觉说不出来就感觉好像有点取巧的方法 好像就是还是要透过那个老东 就是那种几十年前的技术 要做一点事情感觉好像 好像还是不够好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后来想说 其实可以了 我们如果不用那个DOS以下DIR 其实呢 Python里面有没有提供类似DIR的 这种方法给我们其实是有 那哪边有 一样在OS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通常都透过OS OS里面有个方法叫.walk .walk就跟DOS以下DIR 那个效果差不多 它会把你目录里面的所有党名 副党名回传给你 给你一个串列 所以其实你刚才 所以如果你刚刚那个方法不ok 还有等一下会讲的方法 就OS.wal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OS.system 这一招很好用 以后你外部 而且甚至以前你写过的程式 你也都可以拿来用OS.system去呼叫 就是Python要呼叫别人 可不可以 所以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 我一个工具 我不要从头做到尾 我可以用接力的 这个做我要换下一个 这个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就是多工具的合并应用 所以我意思是 我讲说哪一个比较强 你用哪一个 你不要说一套要从头用到底 可能有的时候不见得 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有些软体 有些工具在某些地方就是不是那么施展的开 比如像Python 它要存取微软的相关的东西 就不如你干脆用微软的东西开它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 可以互相嘛 两边可以互相 比如说你要存取 那个e-sale里面的资源 你干脆呼叫VBA算 叫VBA去帮你做 做完之后再return一个结果回来 你再继续做 可以啊 可以这样做 有点像互相接力的那种 那种做法 OK 那我们待会再看那个 always.work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 刚刚这两行 特别注意就是比较容易错的是那个路径 就是这边要加一个路径 就是DIR哪一个目录 然后帮我用简单模式 斜线B是简单模式 输出到哪一个档案 所以哪一个磁叠机的哪一个目录 底下的哪一个档案 所以这边的话一定会有 很要有详细的这些 包含就是它的磁叠机 它的目录 然后它的档名 副档名 这些一定都要 缺一不可 OK 所以比较麻烦一点 不过如果你这OK的话 以后照着同样的方式 可以用很多地方的应用